有种情况特别让人郁闷 就是一开始一个女生喜欢你主动撩你 你就逐渐对她也有了感觉 然后你就反过来追她 结果她反而对你冷淡了 甚至拒绝你 什么鬼啊 故意玩你的吧 不对 她不是故意玩你 而是控制不住的要玩你 这是女人的天性 女人都有一个神技能 就是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会找茬敲刺 然后越挑刺越觉得后悔不满意 你看他们衣柜里面满满当当的 却还是嫌弃没衣服 就是这个道理 这件颜色不流行了 这件款式太老了 这件布料不舒服 这件和隔壁翠花撞衫了 总有理由找出一大堆毛病 然后再去买新的 女人恋爱也是这样 开始你没追她没表白的时候 你就是商场里的衣服 看着顺眼想来一件 可当你明确有追她之后 她就明确的拥有了你的喜欢 就会本能的开启找茬模式 你身高不行 皮肤不行 性格不行 打个太想放屁太处 总之满眼都是你的缺点 于是她就后悔了 对你的态度变了 所以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要记住 不要再多此一举的反过来追她了 她这么主动 你只要学会不拒绝 然后不犹豫的拿下就可以了 不要给她反过来考验你的机会 打她个措措不及 她已经是你的人了 自然会去说服自己 她对你的态度就不会像是对衣服 而会像是对儿子 一方面有些不满意后悔 另一方面还会告诉自己 没办法亲生的自己选的 目以成终 就这么过吧 总结一句话 面对有利的局面 一定要趁着打起顺水推中 否则就会夜长梦多 得音 请不吝点赞 me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gewes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mar 杀 激